那人已转过身去 道 我不 他一句话未曾讲完 我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将他的后颈捏住 他一仰手 我左手又夹在他的前颈之上 令得他出不了声 那人瞪大了眼转着我 头间发出咯咯的声响 这时 我仍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我只是知道要迅速的解决这个人 我用膝盖在那人的后腰上一柄 手在那人的后脑上一敲 那人便软了下来 我在他的上衣袋中 摸出了一柄套有面生器的手枪 俯身在锁持孔中 向房内张望了一下 一看之下 我不禁按叫了一声好险 我轻轻地扶起了那已被我打昏了过去的人 伸手去旋转门柄 刚才 我在锁持孔中张望了一下 由于锁持孔小 我不可能看到整间房间中的情形 但我所看到的 已经够了 我看到一个满面怒龙的中年人 被人以手枪指在椅子上 不准他动弹 持手枪的是什么人我看不到 但是我却认出那满面怒龙的人 是日本有名的科学家木村信 原来他就是这家精密仪器制造厂的总工程师 我转动了门柄 推开了门 当我将门推开了一尺光景的时候 我猛地将那已昏了过去的人一推 那人的身子 向前直跌了出去 看来就像是有一个人急扑进了房间一样 那人才一被我推进去 我便听到了扑地一声 那时装有面生气手枪发射的声音 而借着那扇门的掩护 别一看清了屋内 共有三个人都是持有武器的 我即连发三枪 绝不是我在自己称赞自己 那三枪当真是率到了极点 随着扑扑扑三声响 便是拍拍拍三声 前三声自然是我所发的枪声 那三枪各射在那三个持枪的人的右小臂上 他们在右小臂血流如柱之际 自然无止意义 后三下便是他们手枪落地声音 直到最后才是彭帝一声响 那个被我推进去的人跌倒在地 那人本来只不过是被我打昏而已 但如今他却被他的同伴射了一枪 死于非命了 木村信立即站起来 我一扬手中的枪向那三个人道 后退站到墙角去 那三个人面色煞白望着我手中的手枪 其中一个似乎还想以左手去拾落在地上的手枪 但是我的枪嘴向前略伸了一身 他便立即放弃了那一图 他们三人一起退到了墙角 木村信已抓起了电话 道 你是新来的保安人员吗 是你报警 还是我来 我连忙走过去 将他手上的话筒 夺了下来 道 不必忙于报警 木村信已十分压抑的目光望着我 我笑道 我不是工厂的保安人员 我是你的客人 木村信阿弟一声道 你就是锦上先生电话中所说的那人